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无论是这种充电的手电筒 还是电文拍等一些小电器 用的都是这种千酸电池 千酸电池一般都是用阻容降压给它充电 因为这个电池在这里边就充当了一个二极管的作用 也就是说它能够把电压前位在一定的值上 当它充满的时候就没有电流了 从而就充满自停 但是它往往是容易损坏 而且电量比较少 所以我们一般人都希望给它换一个锂电池 换了锂电池以后充电就成了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改一些复杂的电路来给它充电 比如用5V的手机充电器给它充电 还需要给锂电池加一个保护板 那么怎么能够换一个简单的电路 达到充满自停的效果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 这段是220V输入 输入以后呢 就经这个电容和这个电阻阻容降压 降压以后呢 再经这个整流桥整流 就直接给这个电池进行充电了 它的主要作用呢 是经阻容降压限流以后给电池充电 也就是前面这部分电路 220V经阻容降压以后 经整流桥整流 通过后边输出电压给电池充电 实际上阻容降压呢 它只是限制了电流 并没有把电压降下来 如果在后边没有辅载的情况下 测量两端电压 如果再加一个电容滤波以后 还是能够达到300V的 如果没有电容滤波 我们用万用表测量 它的直流电压呢 是220V左右 直流电 因为整流桥整流以后 没有加电容 所以它是一个脉动直流 我们也可以说 它是一个馒头波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给它加一个可控硅 是单向可控硅 单向可控硅 从它的阳级这一端 通过一个30K的电阻 给处发级 一个处发电压 它就会导通 假如我们后边是锂电池的话 那么很显然它导通给电池充电 当电压超过4.2V时 这个吻压管就会被击穿 当达到4.27V的时候 这个三级管机级的电压 它就会达到0.7V 那么很显然 三级管会饱和导通 使这个位置的电压为0V 这个位置的电压为0V 单向可控硅呢 处发级没有了处发电压 这个位置又是脉动直流 所以呢 在过零的时候 它就截止了 从而达到了充满自停的效果 这个位置加这个12V吻压管 完全是为了这个三级管 这个三级管呢可以用8050 因为12V耐压值是可以的 如果这个位置不加这个吻压管 我们这个位置呢要换一个13001 也就是1300系列的 能够耐压值达到600V左右的 也就是说要超过300V才行 如果加了这个吻压管以后呢 这个位置可以用8050 用一些普通的三级管就可以了 在这里再加一个线流电阻 一个指示灯 就可以指示它的充电状态 也就是说当充电的时候 指示灯是点亮的 当充满的时候 指示灯就会熄灭 这个电路就能够适应 阻容降压给锂电池充电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